荒岛京县美艳女尸 对 你没听错 这是一句精心打扮过的女尸 包袋很真实 连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都感觉十分诡异 而且那个口袋里面还有一大包 那个卫生巾 这个写得很奇怪 美美的妆容 漂亮的服饰 难道是自杀 然而女尸身上又绑着30斤重的铁哥的 又像是他杀 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警方通过一包卫生巾抽丝剥茧 一步一步揭开真相 时间2015年1月31日 地点广西防城港 当地渔民在蝴蝶岛岸边 发现了一具女尸 诡异的是 女死者像是在临死前精心打扮了一番 梳子 镜子 口红别在腰间裤头 发型也相当丝滑 就像刚从理发店走出来一样光鲜柔适 这一切都像是死者在告诉我们 他是自杀的 然而尸体身上还有几样东西 又仿佛是死者在有意告诉我们 他死于他杀 警方开会以后得出结论 女死者死于他杀 原因有二 一是捆绑死者的绳子是打的死结 二是死者身上绑了一块三十斤重的身体 要做到这两点 警方认为他不可能独立完成作业 那么是谁把这名女子往死里整呢 警方第一感觉是 轮船上有人找的软件硬化工程师上传服务 结果服务完以后就翻脸不认人了 索性杀人抛尸 法医经过尸检 发现死者的脑袋挂有被人敲击的痕迹 并且有溺水表现 这也证实了这是一起杀人抛尸案 尸体身上只发现了梳子 镜子 口红 卫生巾确认失源成了破案的关键 查找失踪人口一无所获 但将死者的DNA放到数据库里 却比对成功了 女人名叫杨二妞 数据库里不光有杨二妞的个人信息 甚至连她一家子丈夫儿子的信息都有 原来这个杨二妞可不是一般的二妞 她竟然是越南人 一直在边关做生意 曾经因非法入境被抓过 她的丈夫叫卢某某 本地人杨二妞与卢某某属于非法结婚生子 奇怪的是 卢某某已经六十多岁了 与杨二妞年龄相差很大 民警决定先找到卢某某问个明白 然而卢某某和她的儿子都只知道 杨二妞平时都是出海工作 至于在哪个港口出海 他们都是一概不知 民警试着从死者身上的卫生巾入手 走访了当地经销商后 得知这一款卫生巾很小众 一般人都不用 在当地没得卖 是在北海地角一带有卖 这不怕的小众 越小众越好调查 于是民警联盟赶往北海地角一带 调查卫生巾信息 后来我们去了解的话 就是说那里整个北海港 北海港有好几个码头 当时的话 船只的话应该有 好大级千只的船只 而且船上员员也非常的复杂 而且更换的也很频繁 所以说这个难度非常大 看来卫生巾要先放一放 民警回到案发现场别的物证上 看能不能从捆绑尸体的铁块上入手 经调查 这个铁块是渔船上经常使用的铁块 重量20多斤 如果找到这个铁块的来源 说不定能找到凶手 经调查得知 这些铁块在启煞当地没得卖 也只有在北海地角一些码头的 鱼具店面才有的卖 卫生巾 铁块 这两者都共同指向一个地点 那就是北海市地角镇 另一边 侦察员从死者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码入手 终于查到了杨二妞工作的船只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就知道 船上果然有跟杨二妞身上同款的铁块 一共四大块 三块九的 一块新的 船主说 他也觉得奇怪 怎么突然间少了一块 于是他又买了一块新的补商 这船主说的是实话还是在扯淡 暂时也不得而知 不过经细致调查 船主的嫌疑被排除了 不过他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 船主说 他们船上有个叫高老的人 而死者杨二妞在船上化名黄妹 高老跟黄妹常常是初双入队 以夫妻相称 而恰恰就在案发期间 高老说回老家去了 并没在船上工作 也就是说 这小子嫌疑很大 侦察员调取了码头的监控录像 2015年2月3号 高老从码头归来 手里拎着一个重物 看块头 侦察员分析 有可能是新买的铁块 由于案发时间是在1月7号左右 高老在2月3号给船只补齐铁块 时间上是合理的 他跑他追 他插翅南飞 警方决定将高老抓紧橘子问个究竟 到案后的高老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高老与黄妹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 但他们都不满意自己的原配 觉得在原配那里得不到幸福 直到高老与黄妹见面以后 二人是王八看绿豆 越看越顺眼 高老将黄妹介绍到自己做工的那条船上来做主饭的工作 而自己就与黄妹以夫妻关系明张目胆的生活在一起 双方的家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外面与情人还有个小家 虽然很畸形 但二人假装夫妻还是过起了看似甜蜜的生活 高老说他在认识黄妹以前是又赌又嫖 但认识黄妹以后 黄妹叫他别赌了 赌资还不如买水果给他吃 于是高老就经常性的买一堆水果回到船上给黄妹 然而案发当天 高老却是空着手回的船上 黄妹就冲他发了火 说他肯定是拿钱出去又嫖又赌去了 高老不服气 就一巴掌呼了过去 也就是这一巴掌打出了命案 高老一巴掌扇倒了黄妹 黄妹重重的摔倒在地 高老见黄妹晕倒后 就拿毛巾将黄妹给活活无死 眼见自己心爱的女人真的死了 高老又后悔了 他说抱着黄妹抱了很久 因为他生前爱美 高老就给他化妆 整理衣容 把他生前最爱穿的衣服给他换上 然后绑上铁块扔进了大海里 做完这一切以后 高老认为已经高枕无忧了 该吃吃该喝喝回家过年去了 没想到的是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案发这条船 继而又盯上了他 本案至此就完结了 还是那句老话 自古什么 情出什么命 你可别不信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